住了四十天的牢狱 还被打断了一个类物 现在可以直接向皇上举报 皇上日理万机 哪能见到平常百姓的举报线 那也不一定 既然不一定 那就应当慎主 你相信当今皇帝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 当然 天下是他的 那船就要靠岸了 在码头附近 总是要停一停的 怎么样才能上得了这条船 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也想告关啊 得看看究竟啊 他不是告我吧 此话怎讲啊 你们想告关 却想框谁呢 告辞了 告辞了 你不认识 陛下 微臣实在担心 他们会认出你来 没那么容易吧 陛下 我担心船上有危险 怕什么 想安点想安点 这坛球可跪着呢啊 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 往里走往里走啊 你也去左边啊 小心点啊 哎哎哎哎 几位想要干什么呀 我家老爷想到船上去看看 兜兜风 不可 这条船 可是大官人包的 我们就是来找大官人谈生意的 哦 那你认识谁啊 上去不就认识了吗 那就更不可了 我们认识的人是换来换去 我只认识你这条船 谢谢 那我不认识你了 上一次 你托我给你带的东西 你不要了吗 什么东西啊 几位真是商家 不晓得商家 你不要了 规矩可懂得 少不了你好处 好嘞 级别过关 里面请 你慢点 快来快来快来 快来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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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来 给大人买伤 老爷 如何才来 昨天晚上没有住船上 这里太脏 这鸣是谁的 怎么这么面熟 多大了啊 小女子 方黎十八 一直在船上啊 我还能去哪儿呢 大官人又不会带我走 带你走也不难 先说说 昨天晚上陪谁睡了 这个我不能说 怕是别人不愿意让你伺候吧 谁说的 连惠州的康大人都喜欢我呢 该不会是康青寿之府大人吧 怎么不是啊 难道 他的官不比您的大 他见了我得叫爷爷 开玩笑吧你 大人 公气宇不凡 好英俊呢 气宇不凡还差不多 英俊差很多 你去看看 你先回屋里去 待会儿找你 好啊 不行啊 不行啊 不用了 光我一个人喝了 眼熟 您是哪位 别问了 别问了 说出来能吓你一跳 跟谁来的 能问问吧 老康 老康 不认识啊 多有得罪 在下 荆州通判李文生 啊 听过 啊 真的 听说他是一个青年出了名的官 没人看过他穿新衣服 也不是 只是有些场合 明白 看场合嘛 不过 还是很想知道大人您是 不必多问 大人从京城来 正四平以上 可以这么说吧 今天能够遇到大人 卑职真是十分荣幸啊 你会记住我的 是是是 大人到过荆州吗 经过而已 好 下次到荆州 如果大人不嫌弃 卑职一定极尽地主之宜啊 哎呀 我们荆州虽然比不上京都 可是 像这样的划船 还是有的 在下 可以为大人专门租上一搜 住上十天半个月 全凭大人兴致 而且还更为安全 最近皇上把韩多给斩了 你不知道啊 听说过 大海做这种事 不会担风险吗 好 嗨 拉了鼓叫回叫 可庄稼还是要中的 听说皇上派了不少监察浴室下到各地去专作暗访 这点不可不防哦 怕的就是这个 这条船上不会有什么监察浴室吧 嘿 如果有的话 他能活着下船吗 到那边去看看 卑职明白 卑职一时还不会走 来 再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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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喝了 和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这种资品一杀 不肯透露性命 来 看得出来 身边还有马病 来 喝酒 快喝酒 陛下 别去了 危险 十二陛下 情况已经很清楚了 此地不宜久留 清楚什么了 朕难得出来一次 大人 别这样 别动我 怪我 大人 大人 去密口 大人 大人 放手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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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总算是来了 您看我这 干净吗 干净 你等着 大人 大人 大人好久了 真嫩哪 刚才推门这个人 怎么这么掩饰了 大人 大人 是吗 刚才那个人 真的是晖州之府 真的是他 没想到他们真的这么穷奢机遇 朕要把他们统统的给杀了 别相信我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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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介绍 无礼 大官人 小人打扰 小人打扰 你还不赶快给我出去 是这样大官人 小人是做丝绸买卖的 算是有点本钱的 那么就是希望认识大官人 您这样的人 帮我们在地方上 在京城里面做点买卖 本官又不是做生意的 那是 但是我们也是人生地不熟 官面上缺少朋友 好了 你要是早来片刻 我就把你扔到外面河里去 那是 那是 可是小人实在没有打扰大人的意思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荆州知府林大人介绍 但是我们要找的人他下船了呢 私仇 苏州私仇 货色怎么样 货色上乘 我们做的都是大买卖 想投机取巧 您放心 小人是懂得规矩单 但是不知道大人您在这个地方上 是不是多有联络啊 我的地面就是通州啊 口天舞 你们没有一点耳闻吗 哎哟 如雷贯耳啊 知府大人在下有礼了 快快快 请大官人笑纳 起来起来起来 去那边 这个人怎么好像 哎呀大人 别那么疑神疑鬼的 不对 你们赶紧穿衣服 出去出去出去 快点穿衣服 怎么呢 走吧 大人 我对呀 快让开 快点快点 都让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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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上 听清楚了啊 嗯嗯 今天本官说的话 离开了这个房间 一概不作数 小的知道 嗯 好 我 认识很多做官服的商家啊 争以有的是 哎呀那太好了 大官人您一个手巴掌抵得像小人一块天 您看我今天本来就是壮着胆子出来试试 没想到小人壮到红韵了 你别高兴太早 本官做这种事 懒于讨价还家 大官人您放心 折扣好说 公家的买卖折扣更好说 好 我跟您说个数字您听听 讲 一百抽七 一百抽十 没有十抽二 免谈 十抽二啊 嗯 啊 你这个人怎么整不明白啊 咱们做的是公家的生意 我把价格抬高点 不就全有了吗 啊 啊 是呢 情荣小的在盘算盘算 哎 哎 这就对了 出什么事了 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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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兵啊 肯定又出大事了 林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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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下去 下去 出什么事了 刚才 有两个人到我的船舱去 我看其中一位很像 做商人打扮 对呀 穿褐色长袍啊 刚才就坐在这儿 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 太香 太香了 哎呀 这这这这 刚才 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都向大人禀告了 四品你上 什么四品 哎呀 如果这是他 我们都要玩了 什么 你们出事了出事了 皇上来了 怎么回事 皇上的来了 就是最后生船的那个 皇上 你看见了吗 没有啊 你看见了吗 没有啊 那他还在船上 那肯定在 这船有没口啊 各位大人 这是怎么了 我问你 刚才上来那几个人干什么的 大商人 做买卖的 你让他们上船的 我 他们说他们来过 你混蛋 你 怎么了 赶紧去给我找 是 千万不能惊动他们 是是是 回去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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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跳了 接着跳啊 哎呦 大人你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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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能在这船上 皇上怎么能在这 这 谁说的 他画着这客商 爱着这褐色长袍 哎呦 还有一个穿灰色长袍的 是啊 他是一个做买卖的呀 哎呦 到底是不是啊 别弄错了 林大人 您赶紧出个主意啊 还是康大人出主意吧 康大人做的东吗 哎呦 这这这这这怎么是我一个人做东啊 哎呦 好了好了 现在先不要说这些了 赶紧想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 本官倒有个办法 你说 还是不说了吧 哎呦 就说吧 万一要是皇上到了咱们可都是重罪 谁也跑不了啊 刚才咱们大家在一起 都是猜测 到底是不是 还不确定 万一要是个骗子呢 你是说 他们 行不行 哎呦 等等 这件事大家可要想好了 弄不好抓错的话是要掉脑袋的 哎呦 大家要灭能九足啊 十抽二 大饭要饭的呢 那么你什么意思 十抽三 否则滚蛋 十抽三 那我们连进货都进不来了 那是你们的事 与我何干 我这儿从来就这个价 嗯 嗯 再说本官又不是商人 从来不讨价还价 嗯 嗯 嗯 你看了还真是个狗官哪 哎 你敢辱骂本官 我还打你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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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敢打我 我打了你 我还想杀了你呢 哎呀 来人哪 陛下 他们好像正在集合人 集合人 想干什么 好像要动手啊 大人 大人 你 你们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看到陛下 还不跪下 啊 陛下 跪下 嗯 嗯 陛下 哎呀 你先让我想想 哎呀 康大人 没有时间了 这关系到身家性命啊 我得想想啊 你只能活出去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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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位大人 刚才那几个人 就在陈大人的房里 好 好 都说吧 康青寿 是你在说话吗 朕在问你 朕最开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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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的那匹绸布质量不错 你非得要十抽二高了些 北斗最开万死了 能不能让朕几分 惠臣最开万死 朕最开万死 到时图得嘴里痛快 在这条船上 你们图得不仅仅是嘴巴快活吧 刚才还想干什么呀 朕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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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真的不支持皇上 朕让你们受惊了 继续玩吧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